大家好 時間好像差不多到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那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呢 主要是這個 怎麼樣去 讓我們的Postgrid 跑得更順一點 那有沒有到奔跑呢 大象跑起來大家有看過大象跑嗎 我們通常去動物園 動物園的空間不是很大 所以沒有看過大象跑 據說大象跑的速度 是比人類還要來的快一些 那簡單來講 就是Postgrid 就是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系統 那當然就是我們 之前可能對它的預期不會說 你一定要跑的什麼超高速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其實上來講呢 就是它還是可以提升 它的許多的效能的地方 只要我們在一些細節 細節的地方做一些調整 當然就是它就會有一些比較不錯的 跑出來的效能 先自我介紹 我叫林中喜 那我就是在2012年開始 就是使用Postgrid 不是很早也不是太晚 那時候剛開始使用大概是9.1版的時候 然後我們那時候大概就是 開發一些像FDW的套件 那那時候就是 一開始是做那個Mongol FDW 那時候有一間SiteStata 它也同樣在開發這個 那我們就是也在開發這個東西 那差別是以前我不懂開圓 所以我就沒有把那個東西開圓 就是沒有開圓 所以後來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的並沒有比較差 好 那後來呢就是 主要就是在FDW套件 其實就做蠻多研究的 因為 我們當時是要做一個大型的 分散式的資料庫的儲存的技術 好 那 在那個時候 大概也就是所謂大數據 開始蓬勃發展的年代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非常 有許多的這個 NoSQL Database 的這個儲存引擎 也都開始出現 比方像MongoDB 或是以前這個 可能像 Cassandra 那或者是這個Hadoop的HBase等等 在那個時候就是 算是比較熱門的 當時就是也針對 哎 到底要用NoSQL來取代SQL 還是說 就是SQL沒有辦法被取代 好 就是會有這樣的議題 好 當然時間過那麼久 今天坐在這裡這麼多人 就代表說 SQL其實是不會被取代的 對 他還是有他的一個 必定要用的一個用途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再繼續探討Postgre 然後同時 在 Postgre的 呃 9.5版之後 有JSON-B的一些格式 好 那當然就是 在這個過程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開源的資料庫系統 他 可以並存SQL跟NoSQL的一些特質在 好 那其實用意就是 因為我們這些使用者 等同於 我們也是開發者貢獻者 好 我們會在這裡其實就是 我們一起開發貢獻 一起來 呃 參與在這個Postgre裡面 那當然他就會 會照著我們想要使用的那個方向 開始 呃變化 好 那 呃 我的工作型特比較 呃 呃就是 就是通常都在做一些研究類型 那所以就是 呃比方像我們過去就導入在這個 工業4.0裡面 好 然後以及在這個做一些這種 smart city solution 那基本上來講都是用Postgre來做基礎 有一些什麼 啊 數據交換平台啊等等的 這一種 呃 就是 這一種就是 做了之後才知道這種應用 他的成功率大概多高多低 好 但是那個是應用面的成功率 那 另外我們所驗證的就是 系統面的成功率 是沒有問題的 好 好 那為什麼要討論這個topic 主要是因為 呃 我們總是在最緊急的時候 才會發現 欸有一些東西可以調欸 但是都沒有調過 然後另外就是 呃 像這種事情啊 就是 呃所謂緊急就是說 比方像原本的使用者很少 後來某一天突然使用者很多 然後你就變緊急了 你就要加班 然後去改你的程式 好 那或者是說 呃 就是 原本的系統好像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資料量一直持續的累積 然後你才發現 欸 有一些地方以前沒有顧到 所以我現在要回頭來處理 好 那我們這則就是 不討論硬體的優化 好 畢竟就是每間公司他們 呃 的這個 資源不同 好有的就是一開始就給你上到最好的資源嗎 那有的是可能就從最簡單的開始 好 但是這些都並容 好 那另外就是 我們大致上就會 今天會先從這個 架構設計 跟查詢的優化 以及設定面 像是一些參數面的地方 來做一些簡單的討論 好 那 欸 好 我今天準備的時候 大概少準備兩個東西啊 一個是那個 index 的部分 就準備完之後才發現 欸少了這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pgbench 的部分 好 所以 像這些資料應該 像我們今天也有一個 session 是講那個 index 部分嘛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 欸 早上的一些錄影 好 好 那我就開始講後面的內容 好 好 在架構設計面呢 在架構設計面呢 其實 這也是老話重談 就是 我們通常在這個 整體的class的架構 大致上來講就是 你在使用 Postgre 的時候 可能你的實驗環境 只會是一台主機 但是你上到 production 環境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做一些備援的情形 好 那再來就是 你在 呃實際使用的時候 你一定會面臨到 使用者的 connection 的數量 增加的問題 好 自己開發的時候 這一個人啊 可能同事啊 加一加十幾個人 然後再多開幾個 connection 然後就大概幾十個 好 但是當你在上線之後 其實就是 來從幾百個 升值幾千個 到幾萬個 好那 其中 當然就是我們 通常在使用的時候 前面會多墊一個 PG Bouncer 好 PG Bouncer 功能就是他提供了一個 啊 Pool的 connection 那你透過這個 Pool的 connection 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有一些 簡單的設定的機制 然後可以幫你 擋掉一些 connection 好 他所謂擋掉不是說 就把你排除掉 他就是說 讓你的 connection 可以用之前離開 沒有再繼續使用的那些 idle的 connection 那再直接連到 後面的這個 呃 你實際要查的這些DBA的內容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通常在做架構設計的時候 你第一關進來的時候 最好先進到pool裡面 那這樣子 你就可以先擋掉一些 呃 多餘的 connection idle 的狀況 好 那他其實就有一些設定的模式 其實還蠻 容易設定的 中間有一段是說 你要去做一個 身份的驗證 好 但是這所謂的身份驗證 大致上你可以把它 切成你的 application 後面的那一層的 這個讀取資料的部分 好 那另外有一段是那個 屬於說 你要哪一個 connection 去連到哪一個DB的部分 就是他是直接 就是讓你就可以 對應到那個DB 就是那個 connection 好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 右邊這張圖 好 右邊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的那個 TPS 就是 transaction per second 的部分 就是我們 好像有點有點糊 好 這個是有使用那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 好 不好意思那個螢幕的畫面 有點有點模糊 好 好 深 真深藍色這個 主要他是這個 你直接使用Postgres的時候 你的每 每秒鐘的 transaction 的時間 transaction的時間 每次transaction的秒數 就會比較長 那 當然如果說你的 呃 你的這個連線數量增加 下面是連線數量 下面的連線數量分別是 這裡是 呃56 跟150 跟300 跟600 好 那你的那個 transaction的數量 這個是transaction的數量 你的transaction的數量 就會開始減少 但是如果說你用PG Pro的時候 他就可以維持一個平均的 數量 好那當然這個也是會跟你的那個 呃 打進來的 數量的量級有關係 如果說你的量級持續增加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 呃曲線當然也會是往下降 好但是其實我們就是大概是先把它 拉到一個 某一定的高度 那 呃 你們可以看到說為什麼 在一開始可以比較多 然後後來就變比較少 好那是因為說就是 呃 在我們在設定單台的時候 他的 呃 contaction數量少的時候 他的效能當然是很OK的 那只是說 因為你有多了這一層 他本來就有一些成本在裡面 好那你經過了這個 呃大量的contention進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的那個 transaction數量就會開始下降 但是有pool的就會 導持 好 好 另外一個就是 今天這個也有介紹到 這個PG Pro2 好 那 呃PG Pro2其實就是 我們透過這個 呃 主從事的架構 來進行 DB的資料的 填入 好 那 呃 比方像我們在這樣的一個 Master跟Slave的架構當中 就可以將 呃 你主要寫入的地方 跟主要讀取的地方 來做分開 好你持續從 從 比方持續從Master寫入 然後他Sync到這個 Slave的時候 好那你讀取之後 從Slave讀出來 好那 大概唯一要確定的就是 你的應用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他一定要 欸你寫入 你在這邊讀的時候 馬上就要讀出來 好那這個是就是 有一些地方要確認 如果說 欸你可以確認你在 讀取的時候 他的資料是已經Sync完的話 那基本上 用這樣的架構 你是可以解決掉很多 一樣 剛剛是Connection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一樣 也是分散你Connection的方式 好 這種都是用透過架構面的方式 來解決掉 我們這個 呃 系統面 的這個 塞車的一些問題 好 那一樣就是 當我們使用PG Pro的時候 呃 你就可以看到 好 這也是使用PG Pro 那這個是使用PG Bouncer 然後這個是使用PG Bouncer 加PG Pro 好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欸就是為什麼 我的這個 Transation的數量啊 就是他就可以在 中間的時候 開始變多 然後結果後來就突然變少 好 這是Transation的數量 Transation的數量是越多越好 好 那如果說有加PG Bouncer之後 你就可以提升 你的整個PG Pro的數量 好 那你可能看這個圖 就想說 欸那我就不要用PG Pro啊 我就直接用 PG Bouncer就好啦 PG Bouncer那麼高 好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當你到 某一個量級的時候 像這裡是到 1000的Connections 假設你到1萬 或者是到更多 就是100萬之類的 10萬等級 好 那你就會發現 你的這個曲線的下降速度 PG Pro加上PG PG Bouncer加Po的下降速度 一定會比 這個來的慢 好 就是PG Bouncer可能到某一段 就開始會有一些交叉 好 像PG Pro可能就是下去的比較快 好 那反正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你要去複合搭配起來 那總是可以找到一個最適合你們 呃就是你們的那個 應用所需要的一個 所需要的一個設定 好 那 那 右邊這張圖呢就是 呃我們在做這個 Master Slave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 讀寫分離的一個 概念圖 那剛剛我上一張 大概有先稍微講過 好 那原則上來講就是說 你透過你的這個架構的調整 那其實你就可以先讓你的整體系統 的效能速度都可以做一些提升 好 那第三個就是 欸你可以依照你的場景 來選擇你儲存的核心 好這什麼意思 欸 剛剛那個 呃前一場昌宏有介紹那個 Timescale DB 好他們透過 Timescale DB 來儲存這個IoT的資料 好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他就是一個 持續型的 儲存核心 好他已經 針對持續型的資料來做優化了 所以你就存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得到架構上的優化 好 那 欸比方說 像 Timescale DB 因為他是 Timescale 他是從PostgreSQL 去 改寫成Timescale Timescale 類型的 那他當然會在 查詢方面 來 依照這個Timescale的需求 來加快他的查詢的速度 那或者是他儲存的一些效能 好 那像這種時候就是 呃 在你的AP的應用端 其實就是你大概就把一些 像LOG型或是IoT類型的 就往這邊塞 好那就可以大概解決一些 呃 你的這個效能上的一些瓶頸 或是讓他等於算是分流的一個概念 好 那有一些情境啊 像是 Join比較多的狀況 好 你就使用這一種 呃 Colonel的這一種Storage 好 比方像Sighter Data 他的這個 CStore 好 FDW 那 呃Sighter Data 前陣子才被微軟買走 因為他們有開發蠻多 還算 蠻厲害的 套件 好 那後來整間公司被微軟 呃 大概就是拉去做Azure的那個 Postgre的一些服務 好 那 那 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 呃有幾個圖 好 呃 第一個 第一條藍色是Postgre 然後第二條是這個 CStore 那第三條也是CStore 那他有另外的優化 那大致上來講 你可以看到說就是 呃 當你透過這一種 Colonel Store的 一種儲存方式的時候 你在執行的這種IO 他的效能就會提升 好 你所需要的成本就會降低 好 為什麼呢 我們平常在存資料 他 都是存那種RAWDATA 就是 一行 一橫一橫的 好 那我們 當我們使用這個Colonel Store的時候 他是 就是一直一直的 好 那像我們在做Join的時候 他是 拉你 橫的資料還是直的資料 直的嘛 對不對 好 所以為什麼就是 最簡單的思考方式啊 就是 你就直接用這個Colonel Store 你就可以解決掉你這種 比較 大資料的 大資料跟比較大資料的 欸 Join的那一種問題 好 會比較 會比較容易 好 那右邊這兩張圖是 這個TimescaleDB 他的一個 呃 他的一個那個 Benchmark的部分 好 那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說 欸 TimescaleDB他的一個效能就是 會比這個原生的再好一些 針對這個 IoT的一些效 IoT的 資料的處理方式 時序型資料的處理方式 好 那後面來講這個 查詢的優化 好 呃 查詢優化基本上就有一些 呃 基本的工具啊 比方像這個PG status 的這個Activity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 呃 語句去找到一些比較慢的查詢的指令 好比 比方說你有一些query 他大概就是pending在那邊很久 然後有一些是花比較多時間 有一些可能是死掉的 那大概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 呃語句去找到那些 有問題的Seql 好 那找到之後不是只把它砍掉而已 而是說要重新再調整那個Seql內容 要檢查裡面有沒有什麼 呃 Full Table Search的一些情形 讓他的一些指是可以直接 帶到Index裡面 然後去找到 你要的那一些結果 這樣就可以直接做一些加速 好 比方說就是 有一些比較慢的查詢啊 你就可以看到說 當我做查詢之後啊 然後結果他就有顯示說 你這個查詢大概要花34秒 34秒 一次查詢可能還好啦 可以等 但是當幾千個人一起34秒的時候 就會很可怕 好 那這個就是 過去有一些 這樣的實際的狀況跟案例 所以 這裡的話就變成 你一定要去調整 你的Seql的語句 好 就是把那些 呃 如果說有用到什麼 很多join啊 還是什麼 欸 summary summary啊 或是這個平均啊等等的 你就要把它做一些調整 好 或者是他有一些下面的這個 group by 的行為 就是可以讓這個資料表的 被查詢的 呃 被 search 的那種 呃 篇幅長度縮短 為目標 好 好另外就是有一些那種 異常的Seql的 的修復 好 如果說有一些指令 呃 執行很久沒接過 那他大概是被block住 那你就把那些block住的 一樣就是 呃 把它抓出來齁 那 那如剛剛所講就是把 他的這些Seql的語句啊 再做一些優化 好 那這些優化可能就是 你看像這種有很多 很多join的 那其實你不確定說他後面到底 哪一張的join 是最大張的join表 那每一次的join 其實他都會拉一張大表 假設他都拉一張大表出來的話 那你一定會變得非常的慢 那 我們可以用這個exprime去 解析我們的這個 這個Seql的指令齁 呃 他解析完就會告訴你說 欸 比方說你有沒有用到 那個 那個平行的查詢 然後比方說你有沒有用到 4 table search 好 那如果說有這種行為的話 一定會慢 好 那就是把這些行為 透過這些指令 一個一個把它挑出來抓出來 來優化你的整個application的這個 執行齁 好 那另外就是透過這個平行的查詢 好 就是 Postgre有一些平行的查詢指令 好 那經過設定之後 那你就可以透過 他在9.5到9.6版的時候 就有做這個功能的新增 好 那基本上來講就是 你看從一條的查詢變成 四個thread一起在查詢 好 那當然就是你的效能 基本上是可以提升四倍 好 這個 這個要看你的那個 CPU的thread有幾條 好 好其他的話就是 呃 這一樣也是從架構面 那 當然如果說當你的 整體的這個 db的量級 量體非常大的時候 那你可能你就要換方案 就是直接把它換成 greenpounddb 他一樣是Postgre的基礎 或是Postgre SL 對 那他有這個MPP的架構 那就可以加速你的整體的查詢 就是你看就是 進來啊 然後再分啊 分四個分四個 然後變分十六個 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就是 透過這個materialized view的 一個查詢方式 這個設定的方式是說 欸我先把 我要預先查詢的東西 把它變成一個view 那他就等於是儲存在記憶體裡面 好 那你這樣子使用的時候 你的那個 查詢速度就很快 因為他等於幫你預處理 然後資料就 已經幫你join好了 然後放在這邊 好 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 狀況 就是說 欸一樣就是 那個業主就是突然 生意非常好 好那 結果他的資料庫就就爆掉 好那個 不過那個 那個生意好通常 在疫情期間 不是什麼好事情 好事情 對 那 後來爆掉之後 就是我們就協助他 直接透過這個 materialized view的建置 那他原本一個查詢八秒 那我們只建一個 materialized view 他就降到三秒 好那他 我們那時候看他的 SQL的結構 大概就有三層的 join行為 好我們才解掉一層 他就可以 說那麼多時間 後來他自己又去改 就是裡面的三層 他都大概都有改掉 那整個效能就會 恢復很多 好 其他的部分就有包含這個 音色的優化 好那這個是 Timescale DB 他們提出的一些 音色的優化的做法 那我覺得也是很好 替大家來思考一下 提出的第一個就是 適度的使用index 好為什麼 就是用了index 不是會加速很快嗎 但是你反過來想 因為這邊寫的是 音色的優化 好 所以當你在 建立資料的時候 其實他就同時會去建 index裡面的資料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的index 那個複雜度很高 然後每一個資料欄位 然後你都給他 建了好幾個 然後甚至重複的index 好那他當然就會花很多時間 現在建index的部分 對那你就讓他適度的就是說 讓你的index變單純 好你真的要查的你在建index 你沒有要查的你不要建 然後你的資料在插入的時候 他就會有保持他應該有的效能 好另外就是重新考慮你的 那個Foreign Key的部分 好你如果Foreign Key 約束一大堆的時候 好那當然就是你在插入資料 他就會有很多考量的部分 好但是你完全沒有的話 當然就是他就你就不會有這些束縛 好那如果真的需要建 那你就必須要審慎的評估 來調整 來讓你的這個整體的插入行為 是更有效率的 好那既然還有一個是這個 UNIKEY的部分 就是一樣就是你如果他的key值 比方說你像存IoT的資料 然後你用Serial Number去給他存下去 那這種行為一定會慢 那如果說你用UID去做為他的主key的話 那這個就是就可以解決掉他一些速度的問題 好那當然就是他就會是一個有效的UNIKEY 好那另外像這個Ryel Headlog 跟你的實際資料 你就是用單獨的硬碟 就可以解決掉一些 不會有同時寫Ryel Headlog 然後也不會同時在搶這個寫入DB資料的事情 分開就是這也算是硬體結 那SSD當然也是硬體結 平行寫入剛剛也有提到 那批量插入 批量插入就是說 你的健康內線行為 你不要一次只插一筆 好就是你去銀行如果要兌換錢的話 你不會一次只兌換少少的錢嗎 大概就是大概就是這個概念了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那個 設定值啊正確的配置這個你的Share Buffer 你這個Share Buffer的話 它的合理設定值大概是總記憶體的25% 就比方說你如果有64G的記憶體 那你就大概設16G 好那 這個下面這幾項主要是針對那個 Timescale DB的部分 使用Docker Image的時候 其實它的效能真的是 會比較好一點 不是跟實體比啊 跟那個VM比 那跟實體比的話 實體機還是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是說 以鬆散的時間順序寫入數據 這個概念是說 你的時間區間不要拉得太緊 比方說你那個IoT Sensor 你給他每秒去偵測 假設說你的變化值根本是 一小時才變化一次 然後你每秒偵測 那你就是浪費了很多你的寫錄的效能 好 好下面就有些Chunk設定啊 那就這個就是 呃在Timescale DB裡面 才比較有的一個 的一個設定的需求 好 好另外其他是一些參數配置 好 那 這參數配置這邊其實 呃有蠻多常用的 好 剛剛有一些有提到啦 那就是 呃這幾個常用的大概就是 呃我們通常也不太會去 需要去說 欸把它調的超高 就是設定這些值 其實他總是會有一些可參考的依據 好 那大概就是說有一些常用的 然後還有一些像這個 Background Writer 的部分 然後像你如果過度設定 他就會有不必要的Io 那有一些 那個Write Head Log的部分 那他也有一些設定 那像剛剛講到就是 你直接把它分開的話 其實就可以解決掉 蠻多效能的一些瓶頸 好 那後面的話其實我就是 來介紹就是有一個 調教工具啊叫PG-Tune 好那其實還蠻好用的 就是 你針對在 呃100G以下的RAM的話 他說這個是準的 好那 基本上看起來也都差不多啦 就是 你只要填入像一些 你的Memory啊 你的CPU的 數量啊 然後或者是你的Connection 你大概是哪一些極具的 他會幫你做一個 呃比較中肯的設定 那同時呢就是 呃在這些設定值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呃比方像 呃像剛剛提到的蠻多東西 其實他都已經會幫你協助設定了 那其實你就照著這個 去做 那再 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特殊需求啊 你就看你的AP的需求 有沒有需要再做一些 呃其他的細節的微調 啊那這個是一個 大致上可以協助你做一個 比較 呃折中的一個 比較中庸的一個選擇 啊然後他也有一個 呃就是 Evancyster的setting的部分 那這個也可以做為參考 好 好 那 呃原則上來講 今天大致上就講這三點 那 呃在Postgrade的話就是 呃 還是一樣要 大家持續的貢獻 大家一起來關心Postgrade的發展 然後使用 也回饋他的使用的情形 好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在台灣就是有 Postgrade SQL TW 好大家都有加入嗎 好 沒有加入的就趕快上FB 然後直接去search一下 好 好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這是參考資料 謝謝 好有任何人有問題嗎 好那 蛤 欸欸不好意思沒改到 呵呵呵呵 好謝謝 那有問題也可以到前面來一起交流分享 好謝謝大家